2月11日,吴梦达的一座大话西游,缘起终于上线,冲着达叔,毫不犹豫便找来一看,果然最走心的还是达叔的表演。 上线首日,大话西游,缘起的分账票房收入为141万元,位居当日网络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名,输给了同档期芯片老九门之青山海棠。 同时也位居网络电影全网热度排行榜第二名,作为一部网络电影《大话西游》,缘起算得上是一部诚意之作,看起来也不会尴尬,对得起经典。 《大话西游》,缘起比刘正伟导演的《大话西游3》以及《黄子涛版》的《大话西游》之《爱你一万年》都出色,当然,也别期望太高,毕竟《大话西游》,缘起只是一部网络电影。 根据《大话西游》之《月光宝》和改编,但故事剧情并非原封不动,而是讲出了新的内容,可以看出,编剧和导演都有自己的想法。 至尊宝由吴浩尘出演,看起来既像黄轩又像赵文卓,不够英俊帅气,但演技还是有的。 而《紫霞》则由马瑞出演,虽然和朱音没得比,但马瑞版的《紫霞》其实也不差,既有魅力又有气质,而且演技也扎实。 达叔在《大话西游》,缘起中的戏份并不算多,但他的表演最让人印象深刻。 达叔出演至尊宝的父亲,和至尊宝道别的那一场戏最走心,至尊宝和紫霞的情感戏就是一大看点。 紫霞灯心快燃尽的时候,一场情感戏就拍得动人。 紫霞原本是要去找齐天大圣,让齐天大圣拔出他的宝剑,成为他的点灯人,但却遇到了至尊宝,而至尊宝无论怎么尝试,就是拔不开宝剑。 紫霞的一句,我一直想把你变成我喜欢的样子,可我,早已离不开你现在这个样子,其实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,默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悟。 结尾之时,至尊宝为了紫霞站到最后一刻,而紫霞又为了救至尊宝用月光宝盒阻止两人相识,引爆了情感戏,拍出了深情。 不过,扎特笑就是大话西游,缘起的一大败笔,还有就是,故事剧情讲得有些混乱,尤其是涉及穿越的剧情,逻辑性和严谨性都不够强。 至尊宝利用月光宝盒和苏摩先师对决的那一段,就拍得有些敷衍,没将整个过程讲好,显得剧情不够流畅。 再好好打磨一下大话西游,缘起的剧本拍得更精致些,完全可以拍出一部更好的电影作品。 大话西游,缘起的故事完整性强,剧情走向超出了预料,还在剧情推进的过程中留下了新的悬念。 整体来看,的确是一部有诚意的网络电影。